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撞上了路边的绿化带才停了下来 周队立刻打电话让小A去查 回到警局后 赵倩将搜查结果告诉了周队 同时 小A查到车子是被人刻意破坏 另一边 关鸿宇发现林佳音已经识破了自己的身份 而金山也收到了三哥的指示 和关鸿宇进行了一次谈判 关鸿宇透露出可以拿出一批来自物证式的枪支 但是关鸿宇表现出不想再和金山合作 这时候金山拿出了一笔定金 想要拿关鸿宇的货 关鸿宇提出要拿林佳音的命来换 但是老关却着急了 表示林佳音绝不可能辩解 并提前约金山见面 见老关进去一直没消息 在外面等待的关鸿宇有些着急了 无论如何 金山相信的只会是林佳音 随后 关鸿宇交代好亚男后 下车潜入了金山的地盘 另一边 老刘将这件事告诉了周队 小周两人掌握的一切 周队早已经知道 但是第一次搜查时 周队发现 赵茜就是安婷母亲收养的女孩 这次派赵茜去 就是为了证明两人的关系 如果房间被刻意整理过 那这张照片就是凶手故意留下来的 随后 周队接到了亚男的电话 镜头一转 果然当老关提出要留下林佳音的命时 被金山的人揍了一顿 就在关鸿宇准备进去时 碰到了一个高潮的女子 带着两名保镖走了进去 此时金山让林佳音杀了老关 开枪后 却发现里面根本没装子弹 此时C小姐正好走了进来 金山向对方介绍起了老关 并说老关将是他的合作伙伴 这时候周队一个人上了亚男的车 为了这件事情不被泄密 周队无法调派人手 两人讨论半天 也没有得出结论 房间里 关鸿宇准备去洗巴脸 这时候林佳音出现了 并提出要兄弟俩尽快脱身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明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卧底行动第三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